能把仙灵阁的生意开到南方 自然是个好消息啊 若真能做成这笔生意 不仅能扩大仙灵阁的名声 还能汇集更多的秀娘 又何乐而不为呢 只是目前仙灵阁规模不够 短时间内 恐怕难以完成数量这么巨大的订单 咱们不是想着 要扩大仙灵阁的规模吗 不如借此机会 在鱼航另开分店 我在那边有一些熟识的秀娘 可以请她们帮忙 收拢民间手艺高超的秀娘 这样一来 做成这笔生意 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这个办法好 那行 那就这样说定了 那就有劳吴姐夫周旋了 十一妹妹客气了 事不宜迟 我这就去找我那好友 敲定此事 两位等我消息 吴姐夫慢走 快坐 快坐 十一娘 我无解 眼下正是需要用银子的时候 若能做成这笔生意 也能缓解她现在的状况 难为你对自家姐妹如此伤心 不过 这事对仙灵阁来说 也是一件极好的事 眼下 要开始着手准备开分店的事 那这些日子 可有得忙了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再忙也是快乐的 是啊 我想着 等把鱼航的分店开起来 先把这笔生意做成 接着 在更多的地方 开更多的分店 把咱们仙灵阁的手艺都传出去 没准还能帮助更多的人呢 嗯 多老实点啊 听到没 别动 干什么呢啊 坐下 干什么 报 车内发现大梁 京师仙灵阁的绣品 还从他们身上 搜到了仙灵阁的交易文书 立刻上报此事 是 福建成宣布正史司 上报京师 查到 京师仙灵阁 与海盗勾结走私 在海外 私自贩卖绣品牟利 人证物证俱在 皇上闻言震怒 先已下令 查抄仙灵阁 并将此案 交于三法司彻查 哥老 这此中 是否有什么误会 仙灵阁的运作模式 我虽不了解 但 我敢肯定 绝无和海盗 有私通之事 哥老 仙灵阁 乃永平侯夫人的产业 下官以为 此事 该让永平侯回避 哥老 走私滥行 则税收无资 犹如 人无气血之本 如此物国物本之道 必须严惩 因此 皇上已经下旨 拘捕仙灵阁的东家 永平侯 施设国本 绝不能寻思 进去 快点 谁是整柜的 官爷 我是仙灵阁的东家 不知官爷所为何事 仙灵阁勾结海盗 走私绣品 你们 有一个是一个 都跟我走 若有反抗 格杀勿论 这 这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你们可知 这是永平侯夫人的产业 永平侯夫人 她都自身难保了 啊 带走 哎 哎 你们 你们不能随便抓人啊 哎 哎 官爷 官爷 简师傅 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官爷 简师傅 请吧 侯爷 神明 侯爷见谅 我等也是一令行事 他们没伤着你吧 我没事 侯爷 我没有 我知道 相信我 有我在 他没伤着你吧 我没事 我不会让你含冤手去的 你们给我听好了 此案还尚未定论 若有人敢动我夫人分后 侯爷 我等你绝不敢伤害夫人 徐夫人 请吧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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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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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这么着急忙慌的 仙灵阁涉嫌勾结海盗 走私绣品 已经被查封了 什么 我刚去找秦志远 有人说 他被破格推荐到福建了 他无公民在神案里 不应属辞 只怕 只怕是靖远侯借秦志远之手 利用了我 来 快去徐家找侯爷 将前面押走 怎么回事啊 快去徐家找侯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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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啊 快去 夫人 夫人 夫人您没事吧 咱们该怎么办呀 夫人 徐家 去徐家 夫人您小心点 那批被收缴的绣品 的确是前名牵线促成的 可是他说了 是靖远侯一手设计 还进了他的铜窗秦志远 气满于他 他 靖远侯 又是他 侯爷 魏国公到了 国公 清风怎么样了 我已经派人去看过 刑部手中的证据 是先灵阁的绣品 和交易文书印件 人证是现场抓获的海盗 海盗证词证明 先灵阁涉及走私 证据缺凿 那 圣上的态度呢 圣上 怕是已经对你起疑 所以才命三思会审 一律严查 不过 离三思会审 还有一段时日 我们还有机会 查明真相 那 那秦政远就是关键所在 可秦志远远在福建 只怕我们无法在会审之前 找到他 福建我有人 我会让他们找到秦志远 哪怕是绑他 也要绑到京师来 都是我们的错 要不然也不至于 找了别人的道